王尔德说过 变磊千万条 防晒第一条 防晒不规范 变黑两行类 在这个四月不防晒 五月涂上白 六月更上白 一年都上杯的日子里 我突然就想起了 曾经答应你们的 防晒专题 防晒大飞翔 前方高温耐心 我真的就是一个 超爱超爱屯防晒的人 这其实还只是我的冰山一角 对于我来说 宁愿不化妆 也不能不涂防晒 我不能给紫外星这个小表仔 一丝一毫伤害我 娇嫩的皮肤的机会 我要让她知道什么叫做 什么叫鸡头 今天化妆化真好看 对不起 总是被自己的美貌给惊醒 我的防晒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通勤防晒 只有一丢丢和太阳 亲密接触的时间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个 低倍数轻薄款的防晒 首先就是我前前后后 用了四只的椅子丁 它的肤感质地 真的是我心里面 防晒上的标杆 虽然它很小一只 但是浓缩就是精华你知道吗 今天虽然没有出太阳 但是没有出太阳的时候 你们其实也是要涂防晒的 因为紫外星这个小婊子 它还是在某个地方 窥视你的美貌 想要把你变老 那我们看一下 它不是那种流动性 比较强的那种质地 但是它非常好推开 我的妈呀 真的好轻薄 这个质地 抹开就像水一样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 害怕油腻啊 厚重啊 粗泥的宝宝们呢 这一款就最佳选择 相信我 这真的是我历史上 用过最多的防晒 不过 它的防晒黑能力 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如果你是要出去爆晒 就千万不要用它了 就之前我学姐 因为我之前跟她说 这个防晒很好用嘛 然后她去三亚的时候 也没有问 我就直接带了一瓶 以斯丁过去 然后晒了两天 就变成了黑毯 而且它是不防水的 如果说你要去水上的园 完还是不要用它了 但同时它用完 也是不需要卸妆的 直接用洗面奶就洗掉了 真的非常清楚 用它真的超好 第二个威诺娜 我真的是囤了 好多好多这个在家里面 然后我一开始买它的时候 是因为说敏感皮也可以用嘛 然后你们都知道 我之前 录面膜的视频的时候 就天天敷面膜 而水河过度 然后长闭口嘛 然后后来就变得 有点敏感皮 当时就是冲着它 是可以敏感皮用 所以才买它的 像我这种娇嫩的结合 抗敏是一定要记得 小本分档的 威诺娜它其实真的是 一个国产里面 超级无敌的一个标杆 不过它也真的是 很小一支 它里面是还有那个 妙郎素和红妹药醇的 两种抗菌消炎的 这种成分 然后当然它也是免泄型的 用起来也是分线 非常的方便 方便 为什么我说话 老师一句话说不顺呢 我囤的都是老板的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它也是没有什么 流动性的这种防晒 也是非常的好推开 质地也是非常清爽的 而且用上去 是有一点清凉的感觉 就算够霸道 但是我用了它的新版 我觉得真的游得我想打人 官方说的那个新版 是可以给干皮用的 夏天有那么多干皮吗 好了 以上两支 那就是我的通勤防晒 接下来我就要介绍的 护卫防晒 毕竟一年365天 总是有那么几天 会受到阳光的惨烈摧残 所以这个时候 里要是没有几支流叉的防晒 怎么能360度 但无死角的当个仙人呢 首先呢 就请出我们最能参赏之的 李富全大波大 我们都说李富全是 敏感皮的护理品牌 但其实他家的防晒 就放眼全球来看 他说第二 没有人敢称第一 就跟我的美貌一样 所以他大哥大的名号 除了他长得真的 有点像大哥大以外呢 他的实力确实很大哥大 他的老板防晒真的赔 我走过了那些年 军训学车 去泰国 防晒能力真的 一一起吧 但是 不得 好 真的又有又闷 敷感真的是我用过最差的防晒 不过他今天改版过后 肤质也变得清爽了起来 然后他就是那种流动性 非常强的那种质地 然后敷感比老板的好太多了 另外就是 安热纱的小精品 和这个 OPLINE 然后这三个都是用钱要摇一摇的那种 非常像我们上学时期用的那个修改页 像这个安热纱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各大博主 PO9的一个牌子 有很多人也叫它安耐晒 但是安耐晒其实是被国内的一个品牌给注册的名字 然后它的正版的名字是叫安热纱 像什么防晒啦 防黑啦 浴水则强啦 或者是什么防水又防汗呀 我都不想戳了 不过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 用它就知道什么叫戳泥老师 在线戳泥了 像欧伯来呢 它跟安热纱的质地其实是很像的 它也是稍微有一点流动性的 稍微会比前面几款又油腻一点点 但是也还好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欧伯来呢 它也是我的心头爱 从来没有发现过戳泥现象 这三种防晒 我都强烈安逆给那些需要军训的宝宝们 最后呢 我还是想跟你们提一些防晒的小细节 就是我说了已经千二八百遍了 你们还是不记得还是不知道 还是要忘记还是要来问我的那些问题 第一个 敏感性能用防晒吗 能 但是呢 尽量要选择一些无酒精 或者是敏感瓶专用的防晒 比如说温度拉压 或者河野医生 LQMD等等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以物理防晒为主 就是戴个遮阳帽 戴个遮阳伞 戴个口罩 复原会戴的那个脸肌 你也是可以的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好好护肤 一定要好好保管自己的皮肤 不要让你的皮肤变成敏感皮 我听到了没有 第二 防晒霜是妆前使用还是妆后使用 这个问题真的我说到 我不想说 真的 你咋还问我哪个问题 我都一二十八 你擦到肠上 你拔起口子 考不下来 小的宝 但是我要对温柔的女生 慢慢说 记住 防晒是护肤的最后一步 肯定是妆前使用 而且你用过后 一定要等大概15分钟 等它沉膜过后 再去涂涂其他的东西 知道了吧 如果你的防晒霜还没有沉膜的话 你就开始上底妆的话 那你的防晒霜很有可能 就被你的皮肤戳掉了 答应我 请不要浪费你们的金钱 请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 请不要浪费你们美貌好吗 第三 隔离能代替防晒吗 如果是有防晒部数的隔离的话 可以在阴雨天的时候代替防晒用 但是如果在明显有太阳的时候 你还是最好用防晒 毕竟 他们是专业的 就像我 第四 防晒霜多久补一次 如果你的防晒霜是防水又防汗的 那可以在两个小时补一次 或者是更久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防晒霜是不防水的话 那只要你一出汗就要不涂 总而言之呢 如果你怕晒黑怕晒伤怕晒乳斑 想要美白驱斑抗脑抗皱 紫外性过敏日光性皮炎等等 那你就干涂防晒了呢 如果你坚持不了涂防晒呢 没有关系 我这里有一张祖传的光老化原像图 请大家印下来贴在你的床头 那这样子来里就会有动力去涂防晒啦 祝我的猪宝宝们露出的每一寸皮肤都百到八卦 你要记得我还是你们的贴心小甜蜡 这个表情真的好丑 我要换一个招牌动作了 请你们帮我想一个又迷人 又美丽又性感又可爱又 评论区等你们 记得还要转发和点赞 一条龙服务嘛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